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篇都写了一个离奇浪漫的梦境 今天我给你们写了这篇第一页 读给你听 咱俩可说好了 不许挺哭了 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我抱着胳膊 坐在身边 咬面躺着的女子 淡淡地说道 我就要死了 女子的长发 铺枕在枕头上 轮廓 柔和的瓜子脸 发生暖暖的血色 双唇当然是单红的 无论如何 也不像要死的样子 于是我低头 就凑到她脸前观察 并问道 你真的要死了吗 当然要死了 女子说道 睁大了眼睛 这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那双乌黑的毛子 伸出 鲜明地浮现出 我的涟漪 我盯着这对 清澈见底的黑眼珠子 放着多光泽 心想 就连着双眸子 别一起死去吧 我关切地把嘴 推进枕边 再次问道 你不会死吧 你没事吧 女子曾大了 心松的黑热热的双眸 依旧悠悠地说道 因为是死亡 所以无法抗拒 我没有坑气 把脸 从枕头上移开 抱着胳膊按响 为何一定要死呢 沉默了一会儿 女子又接着说道 我死了以后 你把我埋了吧 用大哥的珍珠贝壳 挖木坑 再把隐落的星星碎片 放到墓碑上 然后在墓碑旁边 等着我 因为我还要回来见你 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 我问道 太阳要出来吧 然后太阳要落下去吧 然后还要再出来 再落下去吧 我会在红日冬生西落 冬生西落集结回来 你能等我吗 我默默无语 点了点头 女子用更加沉浸的口吻 毅然决然地说道 等我一百年 在我的坟墓 旁边坐手一百年 我一定会来见你 我只应了一声 我等着你 接着 在她双眸当中 清晰可见的我的脸影 我若静谧地避水 泛起脸影 搅乱了印出的 倒影一般 朦朦胧胧胧地变了心 随后 流了出来 我刚一察觉这个情景 女子就巴搭 闭上了双眸 眼泪从长长的睫毛之间流出 顺着脸颊躺下 她刻然尝试了 我来到院子里 用珍珠贝壳 往木坑 珍珠贝壳很大 表面光滑 边缘锋利 没咬一下土 月光就会在贝壳的内壁 闪烁一下 还伴有一股子湿润的泥土味 木坑不一会儿就往好了 我把女子搬进木坑 然后缓缓地 撒下松软的泥土 我捡来陨落的星星碎片 轻轻地放到泥土上 星星碎片是圆滑的 或许 在长时间从天空坠落过程中 磨掉了菱角才变得了光滑吧 从现在开始 要这样等待一百年 望着望着 太阳就从东方升起来了 那是硕大的红太阳 正像女子说的那样 不久 又如女子所言 她就落到西边去了 就这么红着 书落下 一次 我数了数 两久 血红的太阳 又慢腾地升起来 然后默默地落下去 两次 我又数到 也不知道 见过几次红日 数了又数 红日依然遇过头顶而去 怎么数也数不完 尽管如此 还是未到一百年 最后 我望着长满台省的圆石头 心想 我该不会是被那女子骗了吧 这时 从石头下面 探出了一根青筋 鞋子冲我 针掌过来 眼瞅着越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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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掌到我的胸前止住 紧接着 婆娑舞动的精端上 花井威胁的一朵修长花蕾 扑 一下 蓬松地张开花瓣 雪白的百合花 在我的鼻尖处 弥漫出 沁人心脾的芳香 一滴露珠 从遥远的天空 巴搭 滴落在花瓣上 百合花 便借自重 婀娜地扭动起来 我往前探出头 吻了一下 滴落冰冷 露水的洁白花瓣 我把脸 从百合花上 移开到一刹那 无意中望了 往遥远的天空 只见起明星 就那么闪了一下 已经一百年了呀 此时 我才开始注意到 这就是梦实业中 一个梦境 再告诉我们 等待 只有多么的美好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好睡觉 做个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